替命名多家的薪字得花上多少代價 科技部爆給你吃 首先要半場林選 找了一百多件作品 再找來一些專家學者背書 再花上五萬元獎金才將 海岩一二三 華麗變身新海岩一二三號 不過卻遭與惠人士踢爆 票選根本選假的 林選委員科普 依傳石執行長何佩玲 就在臉書踢爆 當初新海岩系列根本沒人看好 只是非得要命名的備用選項 誰知道科技部卻自作主張清點 搞不懂納河區大費周章 找他們背書 看上預算報告書總計三艘海岩船 太舊喚新 總預算高達一億兩千七百多萬 但究竟錢花是哪了 細部不得知 但所謂林選活動更被網友嘲諷 時間短到沒人知 甚至吐槽根本是公家機關 正常消化預算 不排除自肥可能 不知如何應對 太舊喚新簡易好記 容易編碼 那到底搞創意花金錢 人力背書 目的在哪裡 科技部開出的荒唐理由 恐怕比命名本身更有創意 繼續說到張宇鑫談報告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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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